我的天啊 回來第二節 我們關注阿朗和蘭的關係 回來第二節 什麼事 你中間 不是 你要教這個人拍拖 不是 教學生認識男生 你要幫一下我們剛才的Sky哥哥 有些放棄資料 其實Shirley我相信你也要幫一下 是不是 認識過大風的樣子 Shirley根本…Shirley好像也沒拍過通話 認識過大風的樣子 她是策略她的時候 你們幫她嗎 咦 我們可以上渣男去找人 什麼渣男? 我是渣男 不是 又開個節目 你不可以找她上渣男 又開個節目 她一定見很多渣男 我認知她應該知道很多 將來很多 OK 你自己瘋了樣子 你不關我自己 你有沒有遇過 遇過 很多 很多 我相信如果 一定會大 她人很…她的氣場是… 以… 渣男磁聲 惹壞男人 是嗎 我覺得你不是嗎 我現在純粱了那麼多 是嗎 很努力 不是你的氣場惹而已 你這個人不好你不好 OK 你遇到那些不好 就是混蛋磁聲 是專門遇到混蛋 遇到我你就知道 出事 混蛋磁聲 剛才艾茨就很驚訝 是 我們已經說了 除了影響你的化妝 和宗教 也有關係 艾茨就很驚訝 宗教可以說的嗎 是啊 因為不是這裡的台不能說 她覺得我不說 為什麼 因為我反宗教 這個台裡面我很出名 反宗教 是啊 是啊 沒有反應 不要緊 因為我自己也很不喜歡 但是有鼓勵 不是 我覺得我有趣 但是確實在我見到裡面 其實宗教對於他們來說 都是一種很大的改變 當然就是化妝線 不是 因為其實你離開了 即soul call 離開了娛樂圈 因為你做了化妝 那你本身 你一開始不是進入RK 其實我是因為 因為 你本身一開始是怎麼走進去 其實 去找東西 我們學化妝 其實是因為我有 因為那時候我也很旺場 一個星期拍了四部電影 那麼 在四部電影裡面 每一部電影都有幾套衣服 幾雙鞋 還有幾個位置 那麼我突然之間 斷了片不知道自己要去哪裡 然後不知道自己什麼三連戲 什麼鞋戀戲 很恐怖 因為人生第一次 要自己記的 那時候 那時候要自己記一點 也不要把責任給人 不要給在場 是 那你才耐用的 那你就很大壓力 人生第一次經歷團片 然後很害怕 然後覺得 還有那時候減肥 那些監製 導演都說我肥 因為BabyFact 不知道原來有BabyFact 然後就在吃減肥藥 可能有減肥藥的影響 就覺得 那個人很跳濟 突然之間 不知道怎樣 減肥了 還有 很多副作用 對 然後那個人很低 又經常想自殺 只是想 然後那個星期 很多人都問我 有沒有興趣回教會 那我以為自己的樣子蠢 到連教會的人都想騙我 那我一邊拍戲的時候 就問那時候的男主角 我說 我的樣子其實是不是真的很蠢 然後他就問我 你想聽真還是聽假 然後我說 那當然是真的 然後說 你的樣子看見你不騙你 都覺得有點對不起自己 然後我考慮了這麼嚴重 然後就繼續開始拍戲 然後我就覺得 教會的人是來騙我先的 因為沒有理由你逛街 你去到地鐵站 都有人問你回教會 不認識過那些人 現在還有的 穿西裝那些 穿西裝那些 有黑牌那些 就有保留的 那些是另一種 就有保留的 然後後來 現在紀錄正大 我都覺得有什麼 是嗎 還有那時候剛才說的 那個男主角 我馬上問他 哪個男主角 是麗進來的 麗進 如果你看那個年代 看很多港產片 你知道麗進是誰 麗進也拍過很多 不少三個片 你看那些嗎 我現在又說 我出名 我這個台裏面 我是研究AV的 郭帆軟 出名 我現在才知道 我被他欺騙了這麼多年 等一下 他說我混蛋 你們兩個不要借些 不行 我們渣男的那些 慢慢說 然後你就去了 接著之後我就發覺 不行 但沒理由一個星期 有三個不認識的人 這樣來問我 難道神有些話跟我說 有八卦 然後我就去 我當時是藝人 我就找藝人之家的地址 我知道有藝人之家的 是 那我就自己忠了上去 我覺得又是藝人 又是信耶穌的 那應該不會騙我 因為我真的太蠢了 又不懂得分 那我就上去 接著就信了耶穌 那他們那三人呢 他們很照顧我 鄭敬基 一上去就見到 哦 那他都頗照顧我 頗好 OK 是OK的 其實那時候娛樂圈 其實確實是多 後期都會多 藝人是信了耶穌 是 是 然後你就回去 接著我就信了耶穌 有信 但是你多數會經歷了某些事情 然後才會覺得 是要有信仰之事還是 那個 首先很蠢被人問 然後就找了藝人之家的地址 但你至少知道自己是很蠢的 也是 因為我覺得自己很蠢 我覺得很奇怪 然後我就跟神說 喂 你是不是要我繼續在娛樂圈 是 如果是呢 你就繼續給我好好地在 但是如果不是呢 你就給我一份工作 隔了兩天之後 就有人帶了去這間公司 嗯 OK 所以就開始了 接著就是信仰和化妝 是同步開始 那在化妝裡面 有經歷很多信仰 在信仰裡面 有經歷很多 在我化妝公司工作的時候 幫到很多事情 OK 那你進這間公司 這間公司 你進那間化妝公司 那間化妝公司 是國際那間公司 國際化妝公司 你賺英雲啊 都是基督教背景 就是你太神奇了 你不懂英文 我讀到中三 不會英文很厲害 你英文不懂 但是你可以進一間美國公司 教化妝 他是有人帶你進去的 還是可以 隔了兩天之後 就有一個人 帶我上這間公司 哦 就開始了 就開始了 但是你那時候上到 你知道是要講英文的嗎 我不知道的 我完全不知道是甚麼公司 就真的很蠢地被人帶出 是 然後覺得他的產品不錯 那你也要用護膚品和化妝品 是 是 是 覺得挺好 然後就賣了他的東西來試 又覺得挺好 然後他們就說你可以發展 是呀 好的發展 但是那時候 那時候不會有一個思考 因為要講很多英文 會不會自己有自備 沒有啊 最搞笑的是 因為你做了一段時間 才知道是美國公司 然後在香港市場 你講香港的 OK 那你也是講廣東話 但是做上去要甚麼都要 是的 但是做上去 我越來越高級的時候 我要去一些海外訓練 公司會傳到美國總部 那裡訓練 那我就很擔心 訓練不懂英文 又怎樣 誰知道公司是好到 有漆場翻譯機 是的 無論我們去到哪裡 去到非洲也好 那就翻譯英文和普通話 是的 無論我們去到哪個國家 就因為這間公司 帶我去很多不同的國家 譬如希臘 愛琴海 會不會是因為它是大公司 所以有這些配套可以幫助你 是 即場 是即場有人和你翻譯 對 然後你有機器不行 立即換個新的給你 好瘋喔 這間公司也挺大 也挺厲害 也挺有趣的 我那時候找他做事的時候 就是我們舞台見識完之後 我們找他做事 我那本雜誌也是英文雜誌 只是你的即時反映機制是我的 不用說 我這件事也是好 很有趣的 我覺得也是 你從那時候 從什麼都沒有 怎麼讀書 突然間可以做事 真的正式做另一些 娛樂圈以外的工作 然後你發現 然後原來可以接觸世界 是更加大的 因為以前大家已經覺得 已經認識很多人 好像接觸到很大的世界 現在是真的去了世界 以前是娛樂圈的世界 是的 這個世界不是很大的 我以前出埠 我第一次出埠 人生這麼大的女兒 都是TVB的旅遊節目 去日本 然後很多次出埠 都是TVB的 都是TVB的 你腦袋只能浸溫泉 一天還有九個溫泉 但是你說 他有 你知不知道 而且每個溫泉 只是浸幾秒 浸多幾秒都不行 是拍照 很慘 其實不是你想到這樣 對 拍多十秒就起霧 對 所以你看 是只有幾秒浸 然後行程 是一天裡面要拍九個溫泉 你想死的 浸完就要立刻起床 浸完立刻起床 對 其實是趕著 你一點也不明白 對 一點也不明白 是一個效果 當然你吃到不同的特別的東西 當然開心 但是也是很重要 然後你就開始做了下去 然後 為什麼開始 為什麼開始去到要 因為正常 你進一間公司的時候 我們多數都會去 自己做自己的工作 你不做 為什麼你開始要教人 為什麼開始 因為這間公司要傳承 以及因為信仰 我的強項是什麼 你傳承 要找些東西傳 神跟我說 我最強項就是化妝 原來我娛樂圈叫做特別的地方 15歲就在 那出來 那出來社會 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 是為什麼那些女生不懂得化妝 因為我公司那些全部 我公司是連TV 是連素地的阿叔都可能會這樣 然後 為什麼那麼多OL 是不懂化妝 17年前說的 不是 那時候真的不懂 17年前是沒有什麼人懂化妝 那我隨便畫一條眼線 然後他們都覺得 很漂亮 然後學很漂亮 對 然後我開頭是覺得 別人騙我先 但是當你不斷這樣做的時候 但是他們都覺得很漂亮 那就是很漂亮 對 然後我覺得這一飯 我可能成功 我會做得好 對 這個是真的 很有可信 那為什麼開始了 趙天使的團隊 那我就把我的技能 就是你 混合了 進一些信仰 對 譬如你要傳承 你怎麼可以令到那些女生 讀書不厲害 但是又有一技之長 不用全部都賣飲 你明白嗎 就是你沒有一技之長 你沒有一技之長 其實你很容易走 一個極端就是你 對 那時候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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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網上那些叫什麼 直播KOL 對 還有那些什麼女朋友 那些 哦 兼職那些 對 還有換家 那時候還沒有這些 那你一個女生小時候沒有技能 有青春 你做什麼 她不是做自己身上的東西 對 所以我就很 對 對 還有我也是這麼小 而且我都經常看到別人在這些邊緣 而且我真的有看到別人去賣 那我就覺得我可不可以做些事情 其實我是不是可以教他們化妝 讓他們有一個技能 可以多一個選擇 然後延伸到我可以教戒毒的人 戒緊毒的人 或者延伸到我去教一流一 還有教妓女 我是沒有想過 嗯 嗯 我接下來會教戒緊毒的男生 我沒有想過一流一那些都不懂化妝 是 那些蒙頭入閘就算了 是 那當你教完之後 你就明白為什麼一流一裡面的燈 是要這樣的顏色 也是的 都知道的 但是我沒有想過完全是不懂 不是 他們認識 他們覺得自己認識 但是其實原來很多方法可能是錯的 因為他不會有人 他身邊可能最接觸得最多的朋友 就是隔離房的人 是 那可能大家 大家本身的知識都 那個化妝的知識都不多的時候 你就隨便他 還有是不是也有 就是是不是客人都會進來 是 都是熟燈的 所以其實變成他們會少些 我曾經試過教一個十三歲的小女兒化妝 是 那化妝的時候 她就跟她的同伴在那裡聊天 我打算做援教 那我就問她 為什麼你要做援教 然後她說 我想賺多一點錢買自菜食 你明白嗎 我問紫菜很貴嗎 我可以給你一百元買自菜食 但是你要明白她的外面 就是她覺得可以用這件事來換紫菜食 你明白嗎 很介紹 整件事很廉價 你明白嗎 所以其實我是不是可以做多些事情 剛好我這間公司也是賣護膚品和化妝品 那就是順理成章可以做多些事情 是 還有我想也是一種自信心的建立 那件事 因為可能很多小朋友 可能很多女生沒有自信心 其實那件事都是因為沒有自信心 我想講什麼 對 沒有自信 然後可以透過化妝和護膚去建立自信 那我是硬件很多 有些甚至已經邊緣自殺 然後學完這件事之後 重回人生的價值和意義 你不覺得很好嗎 其實是因為有一個技能 她覺得自己做那件事是厲害的時候 那其實她就可以在那方面發展 她就不會想 還有我很後期才覺得這個是技能 就是我以前在TVB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是很基本的 是每個人都認識的 我不知道有人是不認識的 是 有些人是不認識的 還有那件事是 你不用每次都去整容 沒有的 我們以前不是很流行的 沒有的 我們以前連假眼字毛都不貼的 還有新鑽膠子也不貼 以前連根本都沒有 沒有 沒有的 我剛剛想說 我現在最少上節目都會重新鑽膠 我想到不重新鑽膠 真的不行 我經常見到的 沒有的 沒有的 又是不見得人的 OK的 確實 其實她是一個自信心 也是 沒有很多 還有 我想說 有些人在外國 可能要她整容 但現在根本就連整容都不用 你輕聽 教識她化妝 讓她有自信心去見人 人生就會改變 那件事 所以我也挺享受 用化妝和護膚品 去改變人的生命 那我就 改變你了 那件事不是 你知不知道 剛才開節目前 她問了我幾次 兩至三次 你真的不化妝 你真的不想節目 你不化妝 我真的 小爺是OK的 但我覺得 我很想看你 看有沒有機會 她會改變成 改變City 改變City 你啊 她需要多些 喂 八點起床 上學 不要叫我化妝 老闆 等一會 你今早幾點起床 五點 哈哈 你昨晚收到幾點 一點 為甚麼 因為昨晚 做事 你今早做甚麼 今早我們拍微電影 在校校 我們連續拍四天 那我上學 那我睡半個小時 你永遠都不知道 你上學裡面 會不會遇到正的人 我怎知道 你喜歡男人女人時代 總之正的人 上面是女人 下面是男人 Jerry可以很難理解她的人 喜歡點甚麼 總之她喜歡的東西 你不要理她是誰 對 總之她喜歡的東西 不要撥 哈哈 我覺得是需要 沒有 我化妝品 不過我都不是 因為你說化妝 其實我都是因為 開始玩Cosplay 我開始化妝 我從來以前是沒有化過 其實我有一群男生客 都是因為Cosplay 然後來學化妝 然後喜歡化妝 非常好 Cosplay改變世界 哈哈 Cosplay是 可以合作一下 她們化得很好的 對 有些男生真的化妝化得很好的 是漂亮的女人 而且很搞笑 原來她們Cosplay 有些是沒甚麼錢的 然後她們教我 讀L化妝法 然後我甚麼是讀L化妝法 她們可以用一支唇膏 化眼影 對 我是在她們身上學過 很棒 又對 因為有時Cosplay 那些東西很貴 對 發妝品很貴 她們起跳的年齡 是14、15歲 然後我是 她們在淘寶買 那些花粉 那些真的不得了 那些我自己也試過會敏感 那些真的不行 但是你想想14、15歲 Cosplay已經是貴的 買衣服 買衣服 已經貴了 整套幾乎過千 你還要浪費錢去買 還有蟹 對 那些全部都要錢 你道具要弄 或者要弄 就算你自己弄 那道具也要滿 都是要錢 那些 那時候也會結束 有人跟我說 因為有時農妝要很厲害 因為有時拍照又會吃妝 要化妝 有時可能眼尾要落很重的紅色 然後我說我沒有那麼紅的東西 唇膏 吻下去就對了 然後吻下去 然後出來後果 咦又多好 所以有時 因為過相機就差很遠 對 差很遠 所以有時就是在他們身上 反而還學到多些東西 是啊 就是那個方式 我想說的 我最初真的很近距離 接觸Cosplay的 就是我在台灣 在高雄的時候拍他們 我看著他們 我覺得很開心 因為其實他們 大家會覺得 可能家人會覺得做Cosplay 可能很浪費時間 很浪費青春 但是偏偏他們就是 我看到他們現場互相幫助 有自信 有自信 你看到我們都很開心 她化妝之後是一個獨能 但是她化妝出來 男男女女都是這樣 她找到自信 交到朋友 其實是感動的那位 差很遠 我也很感動 那位是令我很感動 那你見到我們那一段感不感動 是不是一樣都是這樣 你的團團還是你轉 我轉 你認識我的那一段 就是在台灣 我覺得你們那團不同 有些 你們三個氣氛 你們本身可能已經構成了 專業 反而我還是覺得 我依然都是喜歡 例如那次是 那種是開心的 就是大家 香港其實的Cosplay 他們做不到這件事 在外國他們做到一組 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他們就會有那個氣氛 是開心的 而不是去爭 誰的攝影圈大些 多幾層 他們在香港是會比較的 而且那時候認識你們 許亞小野的團 就是令我 雖然我已經做了那麼多年 雜誌 我做了那麼多年 我依然那次都是非常驚訝 化妝前和化妝後 她不認得我 怎麼會 我不記得 她剛才真的想問誰 很少有女兒 她不認得 真的 因為戴上架髮 戴上架髮 戴上架髮 她們不單止化妝 她們戴上架髮 戴上架髮 戴上衣服 我心裡 有一個剛才在會場裡 好像都 化妝完全 沒有化妝都可以 但是 完全我認不出 我坐在那裡 那天因為去慶功 在那房間裡吃東西的時候 我看 她正在街上 那個是剛才拍的 哪一個 但是其實這樣算成功呢 成功 對於化妝師來說 我們Cosplay 當然是覺得 完全是另一個人 對我們來說 是覺得成功 我開始研究Cosplay的人 背後的心態 但是很多都是 比較不喜歡現實的自己 對呀 她就很喜歡去Cosplay 很漂亮的人 然後她就越來越有自信 越來越厲害 我記得有一個喜歡的男生 她一看就是男生錄 我跟她 我教完她化妝之後 她立刻在背包裡 拔了長頭髮出來 立刻就擺了一個Cos的姿勢 就是跪在地上 就是比我更斯文 女博坐 對呀 然後我呆了 原來一個男生化妝可以這樣 那我是感動 那你就覺得 你反而會同情 看看我可以怎樣幫她 要不然我就是令到她 化得更漂亮 更有自信 在這方面 可能成為她的專業 另一方面 我就是關心她家 其實發生什麼事 你怎樣可以令到 我怎樣可以令到 喜歡的男生更加愛自己 嗯 而且我又覺得很可愛 而且可以在這方面 令到她們很容易走出來 告訴自己 我跟別人不同 我是不喜歡女生的 因為我想每一個人 都要有一個安全區 一定是 那個位置我覺得 不是叫逃避 而是一個安全區 覺得舒服 每個人 對 每個人都會 而且她們在那件事裡 也很有自信 而且有很多同伴 跟她們一起玩 這件事 我覺得是很有趣的文化 如果我不是教化妝 可能我未必會 Cosplay這個番組 燕燕也會覺得Cosplay是玩的 對 真的不正經 無聊 浪費時間 我會Cosplay我普通 因為你知道Cosplay用的 和普通化妝是不同的 嗯 我全部都是Cosplay化妝 我平常都是用的 即是白 可能白 然後有些 所以你擺盤會有很多 所以你擺盤會有很多 漿筆 那些 那些 反過來我會不會花 日常做 對 有一段時間是不行 因為你的妝容 一定要大了假髮 你才可以持續 而且你這些假髮 自己剪很厲害 對 對 都是盡力 小姐是女角色多 我是男角色多 我是男角色多 所以我化出一定是男 即是牽向男 所以你不需要怎樣化 即是化白 他是不是攻擊了我 不是 哈哈 你說我攻擊 你才是多 我明明是男人 他沒有什麼化 做Horse 男人都是白 對 Horse比男角 不是啊 我覺得男角的眼線是難搞的 不是那個緣形 不同 那些什麼假箱 然後那些骨位 很深 輪廓 我覺得很深 很深 我出過一次男角 我躲進去 我不行 很難 正常這些位 可能你那個位 要做的 我有一位學生 Course女角很漂亮 但他天生是弱視 他近乎猛 那樣 他是乾頭的 但是他呢 他很教 他是男生 他真的是直的 問了很多次 但他打算Course 例如玩扮女裝 會認識到很多女生 誰知道錯了 原來全部都是男人扮女 哈哈 他說當數可愛的都是男生 所以他會買假胸 他會買到最大尺寸 是嗎 他去做圓胸 隔身材 然後跟男生 拍拖 然後那條太幼 太短 太重 我覺得很搞笑 買個貴一點漂亮一點 不要這樣 我覺得很好的 我覺得他們可以在當中找到自己的人 他不只是化妝 他只是照顧心理重複 是啊 其實昨天我會見 昨天我找Icy的時候 其實Icy和Venne 就是之前我們上來的那個嘉賓 記得 他們現在有點合作 因為Venne那邊搞了一些青少年的音樂的步驟 其實其中有一些部分就是 帶他們去Icy那裡 給他們學化妝 建立自信 建立自信 你見到其實他們 化之前化之後不是不一樣嗎 差很遠 差很遠 有個男生是很害羞 然後不看別人 然後經常用頭髮遮著那個樣子 昨天那個男生都用頭髮遮著那個樣子 然後化完之後你在那裡坐 其實我是 哪一個 我最後忍不住拍他 有結他那個 兩個結他還有一個 白色衣服那個 很小的 這個 是啊 他還挺英俊 他不覺得自己英俊 是啊 我不斷告訴他他比較漂亮 因為我發覺我自己也是 就算只是戴富康 我當作化妝一部分 都會自信 走路都不同 有風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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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所以我覺得色度的貪美是重要的 是很重要 你走出來那個自信 你的自信會差 你那天穿錯衣服 高一點已經差很多 你知不知道 所以都很可愛 我認識Ice之前 我認識Ice之前 我做雜誌的時候 那時候認識的化妝師 他們沒有這個抱負 他們只是一個工作來做 是化妝 他們很厲害 他們很髒很多都很聰明 但我沒看到他在這一面 我認識他之後 因為我認識他的地方 就是一個舞台劇 那個團懶是幫助小朋友 懶是 對 我經常罵那個團 我當時做那個舞台 所以我經常罵那個團 混蛋 沒有人相信 過幾年就相信 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 我看到他帶著一班 他們的化妝師出來 我回想 原來化妝是更多 更多令你漂亮 其實你不但建立自信 某程度上 建立了一些年輕人 或者一些沒有自信心的人的人 而且我覺得幫人化妝很難 就是你要 即是很難 你不知道 你可能一單工作 你近去 你可能一看到他的樣子 你就要知道怎樣化 但其實你是不知道 那個影子什麼性格 或者是什麼狀況 即他是怎樣的人 但其實我就會覺得 你是應該要了解他一個怎樣的人 你才化妝才會適合他 嗯 講得很好 他當然沒有 因為你那個已經有角色設定 你沒有很多話 他一講這件事 就是正正我正在做的事 其實因為我教了17年 我一掃描就大概知道他是什麼性格 因為你的衣著 你的行為舉止 你的打扮 你用一些物品 其實都反映你是什麼性格的人 但如你所說 可能他本身已經有一個人物設定 但是人物設定 但你放在他的身上 可能都要微調 但是如果舞台劇就不能選擇 是的 舞台劇是導演作主的 演員是不能說的 就算我要畫一個黑眼圈 那麼大 他也不能說 我有我的角色設定 是 但是如果另一些工作是 譬如我們最近在做藝人之家 拍四條片 是反欺凌暴力的 那些藝人 那些全部都是明星來的 他們是想出來的 但是我們的藝人導演 決定了一些反暴力的題材 可能有些繩子在面 有些垃圾在面 那當然他們會覺得不漂亮 那我們就會在中間平衡 我怎樣可以令到這個星 又漂亮又出到自己想出的東西 又可以帶到這個欺凌的一個概念去 那我們就在中間幫他們留悟 砌到那塊垃圾更漂亮 很有趣 對 例如我是藝人導演 我有一個想法給他們 他們會 我們都不懂 我們都不懂怎樣呈現 我有答我有概念 他們的利害之處就是 中間調 因為我其實 雖然小機會被人化 有時都會被人化 但是被人化 我就會常常擔心 他永遠都是一號眼 二號鼻 三號嘴 有那些人 正常是 很怕這一種 就是一套新娘妝永遠都是那幾個樣子 但其實我是最討厭新娘妝的那一堆 那一堆 那一堆 根本不是我的樣子 是啊 所以變成有時我都很怕可以了 不用了我自己來 所以 所以 有一些系列的化妝師 只是喜歡做新娘 那不就是新娘 但是 但是 但他新娘得來 還要是只有那幾個樣子 他不會變 他不會因著你這個人 所以他再轉 我最近有些研究就是 他們用這些色系 以及用這個方法 是可以吃到大部分的人 可以下訂的時候 這個錢是很重要的 那你成萬元一天 或者一萬多元一天 那他只給罐頭惹你 對 你一個月有二十個就夠了 其實不單止是他給罐頭惹你 而是大部分 大部分光顧的人 他們都沒有那個美學的觀念 但反過來 只要他需要別人 我看到別人是怎樣 他就想怎樣 反過來 很少像你這樣識課的人 其實我們是最喜歡那樣識課的客人 是啊 但是大部分客人都喜歡罐頭 一定 反而我會懷疑人生的 因為見到別人漂亮 是啊 所以當然是別人漂亮 擺別人的樣子不代表 擺在我身上會漂亮 你大眾不是這樣 你大眾不是這樣 大眾不是這樣 我上次見到Mary結婚的妝容很好 我就希望好像他這樣 可能你也是不懂 他想有要求 他講不到給你聽 沒有研究 我只可以說你看我上次 就是等很多人剪頭髮 是 我要問誰的頭髮 我們吃 有時候 你們會跟化妝師溝通嗎 有時候有些客人 你覺得我覺得漂亮 我化到我覺得那種標準漂亮 他可能接受不到太光 未必那個妝不漂亮 但是他就覺得不漂亮 看不慣 對 他就看不慣覺得不漂亮 那就是畫一幅畫 那誰去決定那幅畫是否漂亮 那幅畫是藝術 所以我要在這個社會蠟燭的話 或者我多吸入客人的話 我必須要跟他們溝通在中間的平衡 我又不想遷就他們 發他們想要的東西 但是我又一定要放客人想要的元素 如果不然我就不會有更多 對於你來說 其實你每一塊都是你的CV 你的產品給別人看 你不會想說 拿出來全部都是一樣的 也是 一開始有這個建設 但後來就會被這個世界融化了 有些人是很清楚自己想怎樣 例如星那些 他不喜歡 你覺得他非眼線漂亮一點 他就喜歡眼線倒下來 那怎麼辦 但這個是看角色的 有時候他不要的 他喜歡這樣 你倒下來下長眼已經是可愛型 你笑是另一種性格 但有些人喜歡 他喜歡 我就是喜歡 那你就要遷就他 那應該是聽過演員說 還是聽過大的決定 如果舞台劇演員不能說是 那舞台劇就不能改 一定是導演說是 但是如果是商業的工作 廣告那些就是要聽聲 因為聲才是 主體 我們那時候雜誌 雜誌除非是影模特兒 你一定要那個星開心 才會笑 當然 他要倒下來 你硬化到他飛 然後他黑臉 整個都不開心 那你這個化妝師不行 我不要這個化妝師 即使畫廣告 化妝師都覺得不是這樣 總之星要這樣 你本身的Make Up Director 地位很高 很直立 很插得很行 然後你還要看這些 會解決 雜誌的時候 很多時候 聲是不會用我們安排的文字 他們會自己進去 他們會自己進去 所以就所謂 那個聲是魚用化妝師 為什麼要升那些 那麼出名當言 我就大概知道 我在什麼位置 還要有什麼意見 是的 如果他邀請你去做 你有得死 如果你是其中一個 只是那個專業 其中一個部份 你只可以讓大家開心 你就脫下單去 對啦 你漂亮不漂亮還要 這個是我自己其中一個棄的地方 有時候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有自己的意見去做 總之他邀請你的 其實大碗你也可以 有得死 當然是合地地一起交易 我想說這幾年不是有社會運動 然後又有疫症 我看你開工很多 沒什麼影響 可能 但化妝婚禮的不是沒有了 是 但我不是純婚禮 所以整個疫情都很看到 我自己都有一刻懷疑 或者覺得不開心 是不是我自己婚禮化得不夠好 所以我不多這些婚禮 但是過了疫情之後 又覺得我就放鬆了 因為婚禮的那些吃了糞便 沒什麼做 我也很喜歡你發婚禮 當然有 但是不多 我想那邊的人是反腦的 有什麼多的 其實我又研究完罐口之後 我就不想做這件事 而且他們找一些機密的東西出來 例如是把假眼睫毛剪成一整整 扮中眼睫毛 其實我覺得很多次一句 叫矯眼形 化妝根本就是矯眼形 你黏了三眼皮 這個假眼睫毛也是矯作的 為什麼 特地砌自然一點的眼睫毛 又是一個機密 然後又可以騙到很多生意 是嗎 現在正在流行這些 他們是用生意的角度去做 那你本身不是用這件事 你是給了一個心 所以我們疫情裡面 很感恩就是沒有了舞台的表演 全部人拍片 那我們就變成有東西做 哦 因為去年我也有點受惠 就是其實很多舞台的工作 又變成在電視台工作 變成他們都在電視台工作 但是沒有人 然後我就拍了 所以其實我看到他去年 就開了很多微電影 還有很多人拍MV 嗯 是 超多人拍MV 做歌 那個平台上沒有影響 不是 因為更加需要 因為我連出去看劇的機會都沒有 那我就更加需要 我最需要在家裡的時候 我都有漁龍看 夏師傅說立刻去剪頭髮 你留那麼長 有 夏師傅 不是 幫你摘噴泉頭就可以了 你幫你 我會摘 是啊 是啊 交給大家幫你摘噴泉頭 不要教我的那些就行了 不要教我的那些我幫你教 你難得漏到那麼長 我不用錢了 如果漏到那麼長 接觸過這麼多不同的化妝 你自己最喜歡是什麼 最喜歡我是 我沒有哪類東西 你做一些佛妓化妝之類的嗎 佛妓化妝 我們最近 接下來有得看的 八月未有得看 我們化受傷 我基本上什麼妝都化的 但是我最開心是可以在化妝的過程裡面 可以跟他們建立到關係 還有可以之後碰到他們的生命 和改變到 反而這個才是我的重點 化妝是我的前菜 幫不了被化的人會變成朋友 都啊 基本上全部都是 又不認識 又不認識 很陌生 他很害怕 他很害怕 一開始他很害怕你的 不知道你怎樣 到真的把心交給你 然後把所有秘密 前世金心全部跟你說 你是很感動的 我明白 因為那個時間是長的 就是你化妝那段時間 有很多時間可以慢慢談 你又需要了解他 其實那個被你化的人又要了解你 其實你每一次都學到很多東西 是啊 每一次都要 我自己也是的 每一次出作話 或者做任何事 其實都是在過程中要學到東西 你才可以下一次做得更好 過了一段時間 現在慢慢看自己人生 我覺得你會自己怎樣看呢 精彩 你用精彩去 死而無憾 我也覺得是 也是的 因為其實我有一個 我有一件事 就是我除了拿著一個宗旨之外 前提是 我每一天都當是最後一天這樣過 所以我就會變得很精彩 你不會死的 不是 死不死 你不會看到你 不要看到我 我知道 我覺得當你有人生的理念 你每一天都當最後這樣過 你就會很珍惜你在做的每一件事 而且你會很珍惜你身邊見到每一個人 是 我一向都珍惜他 他沒有這麼說 OK 是的 你就會想盡量做好這件事 但是我又沒有想過 當你有這樣的態度的時候 原來是別人會看到的 那就會越來越多人找你做事 因為我又會很搞笑 我們回到舞台劇也好 每天也好 我們見到有人需要搬搬台頭 我們會立刻搬過去 派飯 搬飯 收拾東西 我們全部都會做的 其他人都會覺得很特別 這班化妝這麼不一樣 為何他們做又做得這麼開心 為何他們會連摸訂化妝的服務 都會提供呢 在說撿東西那些 小野的樣子變了不同的 你要記住 你是藝術是藝術 你的演出就是演出 你是不是想提醒我 不要再搬東西 當然了 我看到你的樣子變了 因為他那天自己做藝術的時候 然後就去觀影 傻了 不要應該這樣 然後被大家罵 其他部分 其他的崗位 其實這樣做是非常好 大家互相幫忙 大家很備遲 但我們做化妝就可以了 在後頭 因為我自己習慣了 我都是不喜歡麻煩的人 而且我自己最清楚 我需要些什麼 可能有時有些位子拍照 其實他們要這樣撿高些訊息 其實我自己才知道高度去哪裡 所以我自己會落手搬 不如這樣 但原來會一換那個角度 原來在他們眼中 我是不應該碰那麼多東西 但是你想快 大家都想快 我也不想撿那麼久的時候 原來會有些這樣的反應的時候 那下次我自己就要拿一個平衡去做 孔子佩說 如果在香港的化妝 鬼婆鬼佬的妝學不到 其實也少一些會用到 有這樣說 如果在香港 有時會化歐美妝 他們叫你化歐美妝的話 是比較少的 有 不過現在不流行 因為現在其實流行什麼妝 我們都會化的 其實很容易學 但是喜歡歐美的人的比率不高 例如我最近見到唯一一個 很喜歡歐美妝的就是鍾舒曼 鍾舒曼是很研究歐美妝 研究得很好 但又要看面上是否適合歐美妝 他自己很喜歡 鍾舒曼比較黑 反而我就會在他身上學習 他喜歡怎樣化是比較漂亮的 那我就會跟他談 你覺得怎樣 為何你覺得這樣化漂亮一點 怎樣你會發現 而且最搞笑是 他化完整個妝 他會怎樣在臉上 架密在臉上 我就問他 為何你會發現 是這個位置不是這個位置 他就說是亂來的 他自動那一刻OK 那次不同的嘛 那你就會向這個化歐美妝的人學習多一點 但是遇到喜歡歐美妝的人 在香港真的不夠 大部份都是喜歡韓妝 但其實我就不一般地去韓妝我自己 我自己喜歡歐美 還有我喜歡日本的化妝 我也是日本的 日本的面相比較適合 所以香港喜歡歐美的市場很少 除非你特定需要的場合是某些位置 我都不會特意出歐美的角色 因為真的搞不掉 你跟鬼婆出日本人的角色一樣 羅拉 道母者羅拉 很怪整件事 所以不會去這些位置 如果真的有需要學 你說真的學一學 到時有需要就用 很有趣 剛才你說中書晚 我也幫過中書晚寫過一個 MV的劇場版的故事 也挺有趣 這個世界很小 他化歐美妝化得很好 他可以的 其實他整體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他的妝好看過他不會的妝 他們兩個喜歡的東西有一點好一種 很多他們兩個喜歡的喜好 因為中書晚比較強 你看到他的妝也會看到 妹妹比較甜 你會看到他軟一點的東西 所以也要看臉上 所以要化什麼妝 要溝通 看性格 時間很長 未來呢 你覺得自己未來會怎樣 繼續做 如果他離開香港 突然很多人喜歡移民 你身邊都應該有很多人移民 我身邊也會化妝 會不會進軍外國呢 那我又覺得 我出了這個池塘 我就是什麼都不是 安全區 香港是安全區 你這樣說 其實你那種又不是 不是他那種又不是只保留 香港的安全區 反過來就是 如果出去做小店 也好 現在留在這裡幫別人 不是真的 是啊 但是相反地見到我的版圖越來越大 首先是幫些年輕人 進入學校教化妝 然後現在是幫到 喂 接下來八月有一個 戒了毒的人 回去一些中心 職場 回去做正常的男生 然後我又會幫一些 不上學的小朋友化妝 了解他們為何不上學 然後護膚很開心 他經常什麼都說 我看到我因為化妝 而版圖越來越闊 你會很感動 你當然是不會捨得離開 嗯 所以這個就是 還沒做夠 這個就是很欣賞他們的 寫功來的 或者我很不喜歡宗教很多東西 但是例如我戲劇 你喜歡我就行了 是的 喂 其實我應該這麼說 裡面 雖然有宗教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但是裡面有很多好的人 用他們的生命去做很好的方式 影響生命 去影響這個世界 我覺得這個是更加重要 比那些規矩 比那些規矩 人本身就是最重要的那件事 好 其實我覺得我很開心 就是我聽到你們在做事情 我們昨天一起在做那件事 你有沒有覺得很驚訝 驚訝我也覺得 因為我為什麼都會一起去做呢 就是因為我也是Renee那邊 Range的時候 我就是例如 小朋友在他們那裡學完 輕輕學了一段時間化妝 然後我就幫他們拍下他們化妝之後的樣子 我覺得跟著我們跟他中間的溝通 聊天的時候 我覺得很開心 嗯 其實是互相影響而已 還有現在這個年代 其實不用像以前做老師那樣 不斷跟他說 要很按摩導演 不用拍這些 不 我昨天也是吵錯了 蘭茜在那裡跟他們說很開心 大家才覺得那樣東西沒有距離 其實我出去教一些不喜歡上學的小朋友都是 我喜歡染到頭髮五眼綠色 但是我上教會 那些人就會覺得我很怪 只要有一個人會這麼怪 又化到這樣 又黏著眼睫毛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穌 就是會有世人會有世俗眼光見到我 教會本身會給人去保守 是的 這個是另一個問題 所以另外一個 即是不上學的那些小朋友 進來課室就會覺得我會不會是一些好斯文 又是你又不想聽 然後看到我的頭髮五眼綠色已經贏了一半 覺得我是有經歷的 哈哈 然後我就再用一些搞笑的方法跟你上課 然後很快就打成一篇 很開心 所以我覺得 對 看他們看他們 我自己也是跟他們打成一篇那樣的 你就是不需要假裝一個老師高高在上課 我不行的 這個是重要的 要有基本的尊重 但是就 你的學生有沒有這麼想 當然 哈哈 以前我的學生這麼晚都陪著 以前就很厲害 教導有方 所以今天很感謝艾茨上來 很客氣 已經很長的時間 謝謝你 很多謝 我覺得很開心的聊天 當然我跟艾茨都很 因為兒子很好聊 我們才要去 聊到上來 對 聊到上來 所以卡要錄得到 所以就是這樣 好 今天我們時間到這裡 差不多了 拜拜 我知道 Pancy在做Rogan的Lola 是的 明天上去開幕了 明天要到05 繼續微電影 因為不是一天拍得到的 是的 拍四天 明天是第四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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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厲害 我也覺得 我就是看著他 他開工過 開工過 排名就是極高 我覺得這個連續 有得旺 比旺旺 對 好 今天到這裡 拜拜 而且 散開工